周星驰的面子有多大 竟会让女神林青霞都甘愿放下身段 为她来进行客串 1992年 林青霞主演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大虎》 香港票房高达3446万 全国票房更是突破了两亿 顿时开创出了新的武侠风潮 一向善于迎合市场的鬼才导演黄金 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发财的机会 于是立马开始筹备《星天录》顶纪 为了万无一失 他还特意去了徐克家取经 顺便还挖来了徐克的御用五指程小冬 这是永胜的第一部古装轻功戏 向家兄弟极为重视 为了保证跳房 他们有意让此前 曾出演过剧版《为小宝》的梁朝文 来担任主角 可王金左思右想 还是觉得周星驰的表演风格 更加契合《为小宝》的形象 于是立牌终于定下了老搭档周星驰 当王金拿着改好的剧本 去见陆顶纪的原著金勇老先生时 顺带说了想让周星驰出演《为小宝》的想法 没想到老先生大笔一挥 直接就在桌上写下了 不做第二人选六个字 得到金勇先生的认可后 王金还不放心 为了成功蹭一波热度 他打算直接将饰演东方不败的林青霞 直接请过来客串 担心请不到这尊大咖 他还特意智慧了向家兄弟 谁知林青霞一听说主演是周星驰 便立刻欣然答应进组客串 或许王金也没想到 老板的面子竟然还没周星驰的吸引力大 其实林青霞之所以想和周星驰合作 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林青霞或许不会想到 自己不过是去客串一下 结果眼着眼着竟将自己演成了主角 拍摄《鹿顶记》时 林青霞原本是抱着向周星驰学习的态度 才同意的客串 一直以来 他都想尝试出演喜剧 可惜因为自身形象太过的深入人心 尝试喜剧的机会少之又少 周星驰被称为当代喜剧之王 与他合作 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殊不知 他也是周星驰的偶像 在接受采访时 周星驰曾真诚地表示 当青霞姐穿起女装时 她就是最美丽的女人 当青霞姐穿起男装时 她就是最亮的男人 我最欣赏的女演员就是她 两人演着演着 碰撞出的火花越来越多 加上王金为了蹭东方不败的热度 在影片中加了很多 致敬东方不败的梗河桥段 最后 王金索性就让林青霞演了主角 和周星驰谈起了恋爱 而原本担任女主的张敏则成为了配角 方间传闻 张敏为此还记恨了王金很久 影片上映后大获成功 两部加起来的票房高达7700多万 全都进入了 香港当年十大最卖作电影的行列 后来林青霞拍摄东城西旧 因为剧情搞笑 剧本又不太具体 鲜少接触喜剧的林青霞 怎么都找不到感觉 无奈之下 她只好给周星驰打电话进行请教 谁知星爷也非常够意思 连夜便赶到了东城西旧的剧组 向她传授了一些无厘头表演经验 这才让林青霞彻底颠覆形象 成功塑造了菜鸟三公主 值得一提的是 周星驰这一群 觉得影片非常好玩 于是就向好友刘振伟提出想参演 不给片酬也行 不料却遭到了刘振伟的无情拒绝 这是一个群像戏 刘振伟担心周星驰光芒太盛 让观众忽略了其他演员 这对影片整体来说太过不利 王金到底用了什么方法 竟然能让周星驰同意让人用脚趾插鼻孔 拍摄录顶纪时 有一幕戏是周星驰被人用脚趾插鼻孔 江湖传言 这个脚趾根本不是李嘉兴的 而是李嘉兴腿剔的 更有甚者 还说这个脚趾就是王金自己的 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 事实上 剧本上最初是没有这场戏的 王金为了增加笑点 日日在片场苦思冥想 这天 他突然找到周星驰 说想拍一场有味道的戏 那就是让李嘉兴用脚趾去插他的鼻子 本以为周星驰会拒绝 虽说星也没什么偶像包袱 但让人用脚趾插鼻孔这种戏 到底还是口味太重了 没想到周星驰只是反问王金 你确定到时候是李嘉兴本人 而不是替身后 就果断同意了 正所谓最富不过李嘉诚 最美不过李嘉兴 能被李嘉兴插鼻孔 想来星也也觉得不亏 拍拍前 李嘉兴为了不伤到周星驰 特意修剪了指甲 并且将自己的脚洗了三遍 不料星也也开玩笑称 他把鼻孔都洗干净了 嘱咐李嘉兴千万不要嫌弃他的鼻孔造 听到这话 原本还有些小刚大的李嘉兴 顿时放下了心里的包袱 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 星也还配合着王金 将这段戏拍了五六遍 据说等拍完这场戏后 星也被插的那边鼻孔 都比另一边大了一圈 好在这个镜头洗剧效果不错 周星驰的付出也算没有白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